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年不但是家人的团聚时刻 也是朋友间叙旧的时间 邱师傅是当地星级酒店的一位大厨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 过年期间别人可以休闲放空 而酒店正是最忙的时候 因此邱师傅也已经好几年 没和自己几位儿时伙伴相聚了 今年邱师傅打赏来个假公祭司 借工作之便完成一次私人聚会 烤全羊作为内蒙古传统美食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也是邱师傅的一道拿手好菜 一大早邱师傅便吩咐自己的徒弟去挑羊 烤全羊一般要求选择天然牧场里最肥飙 体重四十斤左右的绵羊 为了完成师傅的使命 徒弟俩冒着严寒去往羊圈 他们来到第一家牧民的羊圈 可惜因为这里的羊群数量太少 没有调到师傅要求的羊 后厨里邱师傅也开始了各种准备工作 调料的腌制是一道繁琐的工艺 邱师傅需要准备好不下十一种料理 茴香 八角 香叶等一一配齐 再注入汤水 吃好汤料等待腌制 乘着腌制的空隙 邱师傅走出酒店来到理发店 新年新气象 他打算给自己理个发 徒弟们再次辗转到另一家规模稍大的牧场继续搜寻 这次终于有了收获 很快徒弟带着羊回来了 邱师傅也顾不上再精心搭理头发 匆匆赶回来杀羊 一般烤全羊就是选用两年左右的接羊 行了 差不多了 羊宰杀完毕 邱师傅在肉上切开几个刀口 好让调料水更加深入地渗透其中 为了方便烤制 再把羊参切开少许 捞掉羊参里多余的血和油脂 这样既能方便放进烤箱 烤出来羊的外形也会更好看 最后把调料水倒入羊参进行腌制 腌制两小时后便可以开始入炉烤制了 充电器 转发去腌制 准备 搅拌 因为虻炸了 出爐的羊肉色香脾脆外焦里嫩 对邱师傅来说 这是他制作过的无数只烤全羊中的一头 流程上也许没有什么特别 但能和朋友一道分享展示自己的手艺 今天是小盐业 口汁天涯都在观察 大家静静 我先提杯酒 新年快乐 共同寄予新的一年 却是另有一种成就感在心头 期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